法務部兩位代表 委員好 部長好 那這個修法的部分呢 我們稍後就會請教兩位 那個我們法務部代表一些細節 但是我先提醒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是這個安南醫院的部分 然後那也謝謝衛福部秉持一貫的立場 很支持他們的提告 然後堅持捍衛 那也跟我們今天修法方向都一致啦 但是很有趣的是 因為他們是市立醫院 縱使現在已經委託了中國醫藥大學 在這個委託他們經營 但是因為他們是市立醫院 所以我們剛剛在揭露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透過其他的管道來跟我們已經很擔心說 他們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還要再面對這個林秉立林議員啊 的相關的這個監督啊 那他們很擔心說會被秋後算上等等的問題 那這個跟長根又不一樣 因為長根他不是屬於地方議會 或者甚至是相代表所監督嘛 所以怕管不怕管啊 他們現在很怕被秋後算上 所以相關這部分我們可不可以一起 你們可不可以跟台南市衛生局 請他們也要全力支持他們 不管這個新聞熱潮過去了沒 這個法案修正到什麼進度 如果事後他們被這樣追擊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還要強力的支持他們 可不可以請你們宣示一下 我想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台南衛生局的決定 那麼同時事實上我們市長也電話也跟他聯絡過 想把他支持之意 好 那這個我們希望能夠不要只有一時的熱潮 要全力支持他們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看是市長也好還是兩位法務部代表也好 因為你們有很努力的去思考 因為在司法法治人會也開過會嘛 那有探討到說如果是直接在刑法裡面修正的話 恐怕會有業別之間或者是是不是單獨凸顯一種行業的問題 所以希望在醫療法裡面修正 那所以呢就是說 在醫療法裡面修正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剛才好像其他委員討論的是這個比例原則嘛 好這個我知道了 那我問的一個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把它列為公訴罪 非告訴訟論這件事 我看衛福部的報告是說經過你們討論 認為只要寫上說警察機關應該要把它移送到 這個檢察官偵辦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可不可以請你們再講詳細一點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看是市長還是 是 是 由我先來講 好好好 那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不同的版本當中 有些版本很明確寫出來說 不適用於刑法287條這個告訴訟論罪 那當然這個非常明確 那法學專家有些認為說 我們現在對於這樣子的情況 只要警察機關除了處理完之後 那他主動移送到該管的這個檢察官 那應該是 我少講一句話 若負有刑責者 意思說有些真的是非常輕微 比方只要只是語言上面一些的話 經過警察機關處理之後 他覺得可能沒有移送的必要的時候 他覺得可以不一定要移送 那檢察官送 若負有刑責者就送有檢察機關 他覺得這樣子接下去之後 後面我們搭配了有三條的這個 其他的修正案也是各個委員綜合的意見 這三條當中其實可以在那邊說明 那邊是屬於非告訴乃論的話 其實效果就是達到這樣效果 這是一些警察機關 對不起法學專家一些跟我們的建議 不過當然我們覺得說 對於是不是要名列這一條 是列在二十四條 還是列在這個後面一百零六條 這個我們是尊重法務的意見以上 那我請問一下主任檢察官 就實務上來講 假設以安南醫院這個例子 或者是長根的例子都沒有關係 警察有介入嘛 就是他有來 因為有報案之後他有來對不對 那像這樣的案子啊 他還是告訴乃論嘛 所以他如果最後真的因為議員的壓力或其他的壓力 他說那我算了我不要告了 那這一條是不是就形同俱文了 是 校委員報告 有兩個問題 剛剛委員問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即便他現在是告訴乃論案件 但是只要犯罪行為發生 因為告訴乃論只是追訴條件 是將來起訴或不起訴的條件而已 所以在這個行為發生的時候 他就是犯罪行為 是 那警察都要到場處理 不會因為他是告訴或非告訴 就是這樣 是是是 但是呢 後續呢 那如果他是 如果這個案子如果是單純的傷害罪的話 他還會是告訴乃論 哦 是 那這樣我們後面修的那些條文 不管是五年一下 三年一下 或一年到七年 那個東西 不是 那就不一樣 因為 我們在醫療法裡面所定的這個 妨害植物行為 是 迴損設備罪 因為這是在 附屬刑法 就是在特別刑法裡面所定的 對 條文 那告訴乃論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 儲違法律有特別規定是告訴乃論 不然的話 他就會回到原則 是非 只要在附屬刑法裡面沒有規定他非 他是屬於告訴乃論的 他就是非告訴乃論 那所以 設備那個我知道 他一定是 那人的不傷害呢 如果假如我們修三年以下是院版嘛 不是院版啦 你們的建議三年以下 或者有像我們寫五年以下 對不起 我們的那個修正的 就是我們綜合的那個委員的意見的時候 是 對於 暴力妨害植物行為 嗯 他是會 當然會造成 可能會造成一些傷害的結果 對 那 除非是重傷或者是致死 那如果是當然傷害的結果 他會包含在 那個 妨害植物的暴力行為裡面 嗯 那這樣子是非告訴乃論 但是如果他不是妨害植物行為 還是單純的傷害罪 是 他還是會回到 呃 一般的刑法的傷害罪的告知 好 我知道這個法務部對於根本大法的堅持啦 這我們也尊重 所以我們下午可能就要針對這個中間很細緻的部分 希望讓他那個法律不是定來讓大家看起來覺得很有利 但其實無法執行的 好 這我唯一的原則 好 那請兩位先請回 我想請一下部長跟司長就是有一個細節 就是我們有一個門診醫療隱私維護規範啦 那規範裡面的第二條裡面的第三款 他有講到說不是第三款第二款 他說病人就診的時候要隔離 其他不相關的人 那整療過程中如果需要錄音錄影 你要徵得醫病雙方同意 而且他是規範醫事人員的部分 可是現在實務上有很多的這個醫療院所跟我們反映說 現在因為病人很重視自己權益 所以他去他都會拿手機拿錄影就錄他全程 怕未來有醫療糾紛啦 然後呢通常醫生都不能拒絕 可是呢醫生如果怕被暴力對待 或是那個其他不禮貌對待 所以他要錄對方好像又不行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得到 落實這個條款就是要錄影都必須醫病雙方同意 實務上要怎麼做 對啊謝謝委員這個 你看實際上這個在之前他們法務部 也有對這個有有做個正式的一個函視 基本上我們是認為雙方真的 並不能是這是保護雙方的 醫病雙方都應該得保護 所以今天不管是病人這方面錄影 或醫院這方面要錄影的話 其實都需要事前要告知 經過雙方同意 所以不能說單方要錄就錄 不管是在診療中還是怎麼樣 尤其在診療中更是要小心 因為這有隱私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醫病雙方 誰要錄的都要得到對方同意 是 OK好 那我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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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